我是社民營的代表,其實剛才那一節有很多其他團體提過, 但我似乎官員沒甚麼回應,我希望提一提, 第一就是勞工處是否有能力去承諾一個專責部門, 去針對小路族裔的問題,或者勞資關係科星期日不辦公是否恰當, 那麼多工人姐姐星期日放假,只有星期日才能放假, 這些問題,例如小路族裔就業中心,剛才有很多人提過, 又或者難民工作權等等這些問題,我都希望聽到回應, 但剛才這麼多人提過,我不再提,我見到你們今天那份會議文件, 說到有多少課程、有多少海報、有多少傳譯、有多少種語言, 看起來就好像很英俊,但其實那個餡是怎樣呢? 我聽過一些小路族的工友說,你們勞工處的職安課程, 原來那個傳譯不是每次都有的,是有是沒有的, 有時候上課是沒有人翻譯的,或者譬如說, 考試的時候,導師是會提水的,其實不太work了, 其實課不對版的情況是否代表監管不足,還是怎樣呢? 我不是認識很多EM的工友,我不知道這是個別情況,還是一個經常發生, 但是似乎可能監管是否可以加強呢?這個第一, 另外就是我見今天CIC的代表在這裡, 你們上一手的培訓總監,黃敦義, 他有說過很多EM他們不會讀,不會報那些標升計劃那些課程, 即是一些再培訓成為技術工人的課程, 然後他的解讀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他們已經滿足於做一個general labor, 覺得賺夠了,就沒有一個意欲成為技術工人,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例,一個巴基斯坦的男性平均需要養活, 即是一個4.3人的家庭,這樣的情況下, 你去哪裏有時間、有錢、有空間去參與你的課程呢? 我不知道這是否CIC的見解或者解讀,還是他自己的想法呢? 你這樣將別人的難處理解為他沒有motivation向上流動, 你這樣拋個球給別人,我覺得不是很負責任, 政府其實是否有機會可以補貼或者津貼給這些工友呢? 另外就是我覺得更加大的問題其實不是在這些地盤發生, 而是在整個社會上面,根本EM就沒有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 即是一代窮然後有一代, 各個出來不是保安地盤的清潔, 在政府眼中其實他們這些EM是否就是難聽說孤雷呢? 即是經常有很多很漂亮的字眼,有共融又多元社會, 但其實是否只是在地盤那裏有得多元呢? 我都未跟你說,未計你地盤,其實實際上的不公平, 即是說譬如可能一些華裔工人, 計OT計你10個小時,EM工人就計你2個小時, 其實這些經常都發生的,但沒人理而已, 十二年免費教育讀完之後, 其實原來是不懂得中文的,仍然都是, 即是我覺得這樣就,這個真是個根源, 即是很多EM其實很有potential, 讀完E,讀完law,身身膚膚畢畢業, 轉變成了在中文手上, 然後那個可能性就被這個制度抹殺了, 即是我覺得,我希望我們去談EM就業的時候, 不只是限於地盤保安, 即是我見今天VTC或者建造業議會的人在那裏, 但其實不只是地盤的, 即是我覺得一個真正的共融社會就是, 這些小土作業跟我們一樣, 即是有一樣的發展機會, 可以找一樣我們找的工,即是真正的共融, 好,謝謝!